我们的讲义很多 所以有七页左右 上帝的话实在非常宝贵 所以就越写越多 这个我在写的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帮助 非常享受 虽然有的时候会踢到铁板 会撞墙 特别在文法上面搞不太清楚 不过呢 但是越去研读就发现 上帝的话真是非常宝贝 那当我们在读圣经 咻 一句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来上这个查经班的目的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字字句句 能够明白上帝话语的意思 当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就更坚定 当我们明白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就更加深 好 来 我们现在来读21节到23节 第一章的21节到23节 来 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致被引动失去 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 OK 好 来 那么我们上一次呢 从第13节到第20节 特别是15到20节 这是哥罗西书里面 非常重要的基督之歌 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 耶稣基督就是整个基督教的中心 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的信仰就会有所偏离 好 那么耶稣基督既然作为中心 我们就必须要更深入的认识跟了解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花很多时间 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 好 那么第21节呢 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理与祂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 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OK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的对比 包括从前 然后如今 或者是隔绝 然后和好 有些恶行 然后圣洁 好 与他为敌 然后引到他自己面前 所以呢 保罗在这边 要哥罗西教会的人 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之后 后面这些其实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 你要很清楚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耶稣基督就是扭转你生命的关键 耶稣基督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你要知道过去如何 今日如何 因为有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 所以我们本来是站在上帝的对立面 与上帝隔绝 如今可以回来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希腊文的字意 所以呢 从前Pote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曾经 先前 隔绝呢 Aparotelio 它就是使疏离 所以隔绝就是疏离 疏远 那疏离 在那种什么 在中文的意思也可以是alienation 就是一种异化 就是不是合一的 不是融合的 好 那恶呢 Poneiros 就是邪恶的 低贱的 堕落的的意思 那心理呢 Dianoia 就是理解力 在理解力上 聪明 聪智 然后头脑 所以那个在心理与它为敌 就是在你的个人的理性的意志中 与它为敌 如果更严格来讲就是 它就是立定心智 与上帝为敌的意思 所以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 因着恶行 心理与它为敌 就是你执意的 执迷不悟的 要站在上帝的对立面 那为敌呢 Echazros 就是可恨的 令人厌恶的 敌对的 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敌人 成为上帝所厌恶的 好 所以依照原文 这一节可以这样翻译说 你们从前因着恶行 在心理被隔绝而做仇敌 与神隔绝了 好 所以原文并没有神 用的是被动式 应该翻译成被隔绝 那与他为敌呢 原文也没有 与他 用的是主动式 表示主动做仇敌 所以被动式跟主动式 所以保罗要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文法上面 或者是在语意上面 要呈现出两者之间的对照 就好像最近有很多的广告 都会说他还没有吃这个药以前 很胖 吃了这个药以后呢 他就很瘦 有没有 就是那个网路里面 你的手机一打开 就一大堆的广告 就是点进去的时候 就是哇 他以前胖到九十几公斤 现在瘦到六十公斤 女生以前胖到六七十公斤 现在是五字头以下 哇 好像我们看了都非常羡慕 对 那我们就知道了 他抓住了人的心 所以呢 告诉我们说 过去是如何 现在是如何 好 所以这两种的形态 我们是被隔离 被隔离 那所以呢 这个叫做 然后我们与他为敌 为敌是主动做敌人 世人利用他的理解力 主动与上帝为敌 主动跟上帝为敌 好 那么在保罗的观念里面 罪的功架乃是死 死可以指肉体的死 或者是灵性的死 那灵性的死 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断绝 那人的堕落呢 是出于其理性的决断力 以及外在的恶行 而带来的结果 就是被隔绝 好了 这个理性的决断力 意思是什么 其实就是 他的一个理性意志的作用 就好像当那个夏娃 听了蛇 给对他的引诱之后 是蛇把那个果子 摘给夏娃吃的吗 不是 是夏娃主动去死 去主动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今天 我们要知道一个恶行的背后 通常有内在的欲望 跟外在的引诱 有没有 外在的引诱 那外在的引诱 说实在话 他就是在那里 他就是在那里 你无法躲避 最近台北市政府里面 不是爆出有人性骚扰吗 那个女生长得那么漂亮 她有错吗 没有啊 那是她的罪 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这难道美丽也是一种错误吗 当然不是 她是一种罪恶 女生长得漂亮就漂亮 她就是在那里 可是这个男生可能 起心动念 出于邪恶 她的内在灵魂扭曲了 所以呢 自己可能有太太怎么样 但是她就那个 她里面的欲望起来 那外在那个东西是客观的 却成为一个吸引她 牵引她的力量 所以那个分别三树的果子 从上帝创造的那一天 就挂在那里 不是吗 挂在那里 所以呢 他们如果没有 魔鬼如果没有牵动下挖 亚当里面的内在欲望 挂在那里的东西是中立的 但是呢 她想要去抓 想要去摘 这就是出于她主动的意志 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罪行 去归出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让我犯错的 哇 讲这句话是非常大胆 上帝知道你会犯错 你的犯错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中 没有错 但是你在犯错那 犯错的那一刹那 是出于我们主动的意志 所以保罗说 你们从前跟上帝隔绝 为什么被上帝隔绝呢 因为你的恶行 因为你跟他为敌 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就断掉了 所以我一再强调说 基督教是一个关系的宗教 他寻求的就是 关系的和谐跟整权 这就是基督教 当我们进入基督教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发现 我们已经进入在 原来我们处在一个 极为复杂的关系脉络里面 人跟上帝的关系 如果断绝 人跟人 还有人跟世界的关系 就会断绝 有没有 很简单 上帝就是爱 不是吗 这么简单 上帝就是爱 然后呢 上帝用爱造了人 所以人就是爱 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用爱造了人 所以人就是爱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继续往下 往下推论 因为人犯了罪 人就跟上帝隔绝 对不对 那人跟上帝隔绝 上帝就是爱 人有没有跟爱隔绝 有啊 是不是 那如果人就是爱 那人跟爱隔绝 就等于跟人隔绝 所以人跟人就隔绝了 所以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没有办法彼此相爱 只能彼此伤害 这个在推论 一推一推下去 原来关系就断绝了 所以透过耶稣基督 透过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跟上帝能够和好 跟上帝关系和好 人就跟爱和好 那人就是爱 所以跟爱和好 我们跟人就能够和好 所以这是一个处境 能够转变的一个关键 好 所以呢 来 这个什么 人的堕落 是出于他理性的决断力 以及外在的恶行 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跟上帝隔绝 一翻两瞪眼 这种隔绝就如同 耶稣基督在 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到的 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有没有 拉撒路看得到财主 财主也看得到拉撒路 但是他们中间 有深渊隔绝 互相都没有办法过去 对方那里 好 那么不过在这里呢 保罗亦有所指啊 他说这都是从前的状况 也是在提醒哥罗西人 过去跟现代的差异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以前是这个样子 你们以前是因着你的外在的恶行 然后你里面的主动意志 跟上帝为敌 站在上帝的对地面 所以跟上帝隔绝了 好 但是如今 如今的希腊文是 Nuni 就是现在 Now的意思 那个肉 基督的肉身 那个肉呢 是Sarks 就是肉身 肉体 那个身呢 就是Soma 就是身体 那那个都自己日身 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Hakios 就是圣洁 那没有瑕疵呢 那个没有瑕疵是Amomos 它是无可指责的意思 而那个无可责备呢 则是无从责难 或者是无可挑剔 没有办法从中间挑出一点点的杂质 像说我到 我到那个 这个马来西亚去 特别是到巴都巴哈 巴都巴哈的教会 我每一年都会去这个教会 那我每一次去那个教会 就有一位八十多岁的长老 每次我只要去那里讲道 都会带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一小锅 珍贵的东西给我 叫燕窝 燕窝每一年 一定都是吃 那是真燕窝 不是假燕窝 所以吃进去之后 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很爽 然后呢再来就是 然后我就放到嘴巴里去之后呢 就开始漱口 嗯嗯嗯嗯嗯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 我也曾经用燕窝漱口过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但是呢 后来我深入了解才知道 原来那个燕窝 当你把它踩下来之后 是很贾干的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杂质 有非常多的杂质 而且很新 所以他们就要挑 一直挑挑挑 把那个杂质全部都挑起来 所以煮的时候 他挑挑挑挑挑挑 哇那真是不容易 所以今天我就觉得说 能够呈现在我面前 那一小锅 大概就是两碗左右吧 这样吃 哇真的是人间极品 是极品没有错 但是呢经过非常精细的什么 非常精细的人工 那把那些杂质 那些毛等等 全部都挑出来 所以这是 这个就是 所以无可指责 或无可责备 没有瑕疵 就是连这一点点的杂质 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看 以前的罪恶是何等的大 如今借着基督的 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 基督的肉身 来 对 肉身受死 叫我们与自己和好 好来 那么基督的肉身 意思是什么 由肉身所构成的身体 所以呢 这个特别强调 由肉身所构成的身体 那这个为什么 保罗要特别强调肉身 因为 他可能要透过这个 来驳斥 在早期 这个诺斯底思想里面 有一个观念 叫做幻影说 这个幻影说的意思 就是说 上帝是灵 上帝是全然良善的 那如果今天 耶稣基督也是良善的 那么他就不可以有肉体 因为肉体是邪恶的 而灵 灵魂是良善的 物质是邪恶的 那精神是良善的 所以我们只追求物质的满足不够 还要追求精神的满足 那么耶稣基督 他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怎么可以有一个物质邪恶的肉体呢 好了 所以呢 但是保罗要说 基督信仰的核心就在于 耶稣基督死 然后从死里复活 所以死就跟十字架有关 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他的十字架就是死 然后再从死里复活 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他传的是枉然 我们信的也是枉然 好 所以呢 耶稣基督的肉体 在我们的得救这件事上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耶稣基督的死 是人生命改变的关键 好 那个没有瑕疵 就是没有污点 没有无瑕疵 它是七十四译本 那个宗教洁净仪式方面的用词 就是七十四译本里面 他把这个希腊文 这个希腊文就是amomos 他其实是在 这个宗教祭典里面常用的 那透过那个宗教祭典呢 本来是dirty 现在变成clean 变成干净的 以前是污秽的 现在变成干净了 好 就好像那个 每一年 那个农历七月的时候 有没有 农历七月还没有到 很多人就要到庙里面 去走那个七星桥 走七七月 在这以前 然后从这个桥跨过去之后 那就是趋吉避凶 那一切可能 没到派密亚的冲撞的东西 你过桥以后 那就安然自在了 它是一个驱邪避魔 驱魔避邪的一个仪式 好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两节里面 我们就看到几组重要的对比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从前怎么样 如今怎么样 那从前的状况是隔绝 如今和好 那从前呢 你们有恶行 但如今成为圣洁 从前与他为敌 那如今引到他的面前 这是一种转变 但是呢 它是什么转变呢 我们可以在21节22节里面看到 这是一种处境的转变 它是一种生命品质的转变 也是一种关系的转变 隔绝跟和好 本来在门外 现在进门 这就是处境的转变 本来你是邪恶 污秽 现在圣洁公义 这是生命品质的转变 那以前呢 跟他为敌 现在能够来到他面前 这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关系的转变 而改变的源头 就来自上帝 是上帝促使这一切发生的 然后他有一个宗介 那个宗介就是耶稣基督的死 所以经文是说 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 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好 所以这就表示 耶稣基督成为 这个转变的一个关键要素 所以我们要明白 就改革中以后的神学 我们非常确定 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 人的所有的道德 人的功劳 人的那个功德 完全是没有用的 我们的得救 全然是来自上帝的作为 是上帝抑郁我们得救 上帝差遣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使我们罪得赦免 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 所以都是这位上帝所做 好这里呢 有一个叫做引到 引到他面前 指的就是呈现 或者是呈给 或者是带到面前 那引到自己面前呢 原文是呈现给他 而那个他当然是指上帝 所以这个词是用在 献祭的制度 与献祭的制度有关 当人的罪被洗净 没有瑕疵 就可以成为 献给上帝的祭品 要成为祭品 一定要没有瑕疵 好了 那么我们就看到 立位祭里面不是吗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祭 但是呢 只要他是涉及到动物 不管是鸽子或牛或羊 他很多地方要求的 一定是没有瑕疵 有的时候呢 还会说是投胎的 投胎的 然后攻的 然后没有瑕疵的 唯有那个没有瑕疵的 才可以代替有瑕疵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献祭 我们以前讲过 以前上课 上课曾经讲过说 献祭不可能使上帝满意 不可能取悦上帝 只能止息上帝的怒火 也就是说 因着人的罪恶 上帝是处在生气 愤怒的状态之中 因此呢 但是他为我们开出一条路 好 你们只要怎么做 我就息怒 那个做法是什么 就是献祭 所以我们在献祭上 必须十分的小心 所以祭司本身 必须self clean 还有他要清楚的检查 那一些牛羊鸽子 是不是如原本圣经 所规定的 是那个纯洁 而没有瑕疵的 好 他必须如此 那如果呢 你有骚一不慎 那可能就万劫不复 一个没有自我clean 没有自我洁净的祭司 进到至圣所 一定被上帝的荣耀 击杀而死 所以当耶稣基督进到圣殿 看见圣殿里面 充满了人的私欲 在那边买卖 在那个地方做一些生意 他非常的生气 所以就把那些 换银钱的桌子推掉 然后把那个牛羊 那个绳子 把他们放走 鸽子让他们去飞 大家一定以为 这个亚收击笑 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在那边乱窜 但是他背后觉得说 这是我父的殿 要做万人祷告的殿 你们竟然让他成为贼窝 好 所以这就是说 这位耶稣基督 非常看重 非常看重 你们这个 这个在圣殿里面 就是要使人 从不结变成结 从邪恶变成良善 那透过 透过这个献祭 希望上帝不要那么生气 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这个邪恶的祭 使得上帝更加的生气 使得上帝更加的生气 所以能不能 如果你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 阿摩斯书里面 当他们在 严肃祭的时候 有没有 在严肃祭的时候 要撒灰 蒙头 垂胸 顿足 撕裂 衣服 认罪悔改 在那个地方 进行这样的仪式 可是上帝看到这样的仪式 更加的愤怒 懂吗 因为你们的这些仪式 只是彰显 你们都在表演 日常生活乱七八糟 强灵弱 重爆寡 看到比你贫穷的 没有伸出援手 看到有需要的 然后你 你视而不见 但是你们 却在这边说 在那边大声说 主啊 赦免我们的罪过 饶恕我们的过犯 然后撒灰 蒙头 垂胸 顿足 撕裂衣服 上帝觉得你们太虚假了 你们这样的作为 反而让上帝 更加更加的愤怒 所以呢 人的忌 到最后 只能达到一个境界 就是上帝不神奇 但是要让上帝喜悦 唯有耶稣基督献祭 当耶稣基督 把自己的生命 当做一个无瑕疵的 祭物献上的时候 使得我们 因着他所献的 我们可以 也无瑕疵 当上帝 看见他的百姓 看见他的儿女 一个一个 因着基督的宝血 所洁净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喜乐的 所以对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而言 我们是蒙爱的儿女 我们是蒙恩的儿女 所以保罗一再强调 我们的言语行为 要跟我们蒙昭的恩相称 如果你没有 跟这种恩相称的话 那简直是对上帝 极其极其的不敬 好 其次呢 再来 二十三节就说 只要你们在所幸的道上 恒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自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好 那个恒心呢 就是停留坚持的意思 这个恒心就是停在这里 不断的坚持 那根基稳固 Temelio就是建立根基 让它稳固的意思 那坚定不移呢 Hedrios 它就是稳固的 坚定的 那引动呢 Metakineo Metakineo就是Move away 把它移走 移动它 把它从原来的位置 移到其他位置 那Evangelion就是好消息 这个是我们都已经 这看一看 大概都 我们慢慢就知道了 那那个盼望呢 Alpis就是期待跟希望 它是从良善的角度出发的 这是有良善的期待 我想我们不会期待 邪恶的事发生 我们不会期待 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 如果我们有期待 一定是好事 好 再来天下万人 就是Every creature under heaven 意思就是天下一切的受造者 所有的受造者 哇 这句看起来好像很长 但是呢 我想它的意思 其实并不难理解 好 首先呢 从希腊文的语句来讲 它是一个条件子句 是连着上一句的 上一句的 那他呃 吕正宗的一本写得很好 他说 如果你们坚持着信仰 根基立定 牢牢顾顾 不被挪动离开福音的盼望 便能如此 便能如此 这个如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的是被引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前面讲说 那个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接下来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横行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自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或者我们这样讲好了 来 我们把它颠倒过来 我们第二节先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横行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你们就能够被上帝引到他自己的面前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他是一个 这句跟前面 他是一个关西子句 那么这也是一个条件子句 这个条件子句是连着上面的 那么其次呢 保罗勉利哥洛西人 一定要在信仰的真道上 坚定不一样 因为他们当时正面临着假福音 也就是异端的挑战 你知道吗 所有的异端 或者是所有的虚假的福音 或者是有偏离的福音 他一定结合着欲望 请大家记得 一定是结合着欲望 所以耶稣基督才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就要舍己 如果你还存有任何属世的欲望 就容易被牵 被拉 懂吗 那个欲望呢 可能是我所想要的 我所想要的可能是 某种实体的东西 这个杯子我想要 这个手机我想要 但是呢 也有可能是一些抽象的东西 我想要别人尊敬我 我想要别人羡慕我 我想要别人颂赞我 我想要别人肯定我 不是吗 这就是一种炫耀 那种炫耀是很可怕的 特别是越有恩赐的人 越不能炫耀 所以在我们中间 唐逢祥一诗 他就比我们更劳苦 因为他歌唱得好 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炫耀之心 将来他的罪很重 我们唱得不好 有没有 我们的歌声跟胖虎差不多 那歌声是不怎么样 所以就不用担心 所以越有恩赐的人 越要小心 因为呢 当你在展现这个恩赐的时候 事实上呢 应该完全没有自我 完全没有自我 就像是在我的 我家的教堂 每个礼拜天 每个月第一个礼拜的下午 有礼拜 那这个经过这两年多来 我有种很深的感触 每一次在礼拜的时候 当我听到琴的声音 我听到琴的声音 哇 我的内心就感动莫名 那那个弹琴的周牧师 他就说 有的时候他自己 就泪流满面 在谈的时候 他谈的每一个音符 他说 我有时候跟他讲 哇 我觉得你今天谈得很好 他说牧师 不是我自己在谈 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在谈 那他自己也被他所谈的 音符感动 所以前两天聚会的时候 前两天的礼拜 那么有一群马来西亚 那个神学院的学生 那个魏里神学院的学生来参加 那大概六七个人 他们正好来台湾短宣 然后去参加 他们就表达那种 哇 那个琴的声音 这样弹下来 在整场里面的那一种 什么那一种神圣感 那他们以前没有体会过的 做了那么久的礼拜 也即将要去教会 要教会去成为传道人 对 那为什么 因为对一个谈情的人而言 在谈的过程中 已经没有自己了 完全没有自我 他整个人放在这里 我正在参与一场神圣的礼拜 所以呢 就没有自我之后呢 人家就从你的声音里面 在你的琴声里面 去经历什么 去经历到摸到这位上帝 然后呢 来 更奇怪的是 这么久 这两年来 我们王牧师经常被人家 问到一个问题 哇 牧师 你是学声乐的吗 你唱的诗歌怎么那么好听 是我们的音响比较好 是不是 其实不是耶 当一个人在唱诗歌的时候 没有自我 没有自我的时候 你在底下 你不是听到人的声音 你是听到神的声音 没有自我了 我就是在敬拜上帝 我在唱诗歌 我在带诗歌 我就是在敬拜上帝 这个礼拜 又有人问他 是不是学声乐的 只要是新来的 大概都会觉得 为什么你觉得 那个歌那么好听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 我太太唱歌好听 也不错啦 是不错啦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 他是有那么神奇吗 那么 但是真正好听的 那个唐医师唱的诗歌 你就听 就很干净 那个声音是很干净的 但是如果有一点的炫耀 你就是觉得好听而已 但是如果是 在那个整个生命 进入在里面的时候 那个不是 不是人间听得见的 好所以请大家记得 我们呢 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要小心 我们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思想 把我们从根基的地方带走 那带走呢 通常是夹杂着我们里面的欲望 那个欲望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非常非常的可怕 如果夏娃没有欲望 不会被带走 那今天的成功神学也好 或者是那些神迹奇事也好 那神迹奇事 哇我真的多么盼望神迹奇事 临到我的身上 哇这个人心神迹 而那个背后呢 是一种 我希望我生病 能够被医治 我现在没有工作 希望透过谁的祷告 我的工作就有着落 我们都是带着欲望 来到上帝的面前 请记得耶稣基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因为有欲望的人 还带有属世欲望的人 就容易被异端的思想 牵引诱惑 那如果没有呢 就不至于咯 所以不要太好奇 对这个世界的一切 不要太好奇 就像有的时候 我们说在电脑的网路里面 那个有些信件 有些信件 哦它上面的文词很耸动哦 很耸动哦 然后你把它点下去 你只要它说有一个附件 附件你给它点下去就中毒了 你点下去就中毒 点下去你的个资 那边就拿到了 那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不必太好奇 哦 还有呢 在我的Facebook里面 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个美女 要做我的朋友 知道吗 我去照照镜子 好像 为什么她要照 她要加我做 要我加她做朋友呢 她邀请我做她的朋友 哦 那有的呢 哦 还穿着泳装的 有的呢 真的是很美 但是对我来讲 我全部把它删除 删除 删除 懂吗 一律删除 对 除非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哦 这些都是教会的 可是也有一些共同朋友 也要很小心 因为呢 可能那几个人 就是中计的 中计点进去的 知道吗 对 所以在Facebook里面 只要美女 我全部删除 你不要意思说 只要是 还留在那边 是我朋友的 都不是美女 不是这个意思啦 我就是 不要误会 就是那种 看起来怪怪的 怪怪的 很美的 那个 就把它删除 就对了 所以有一个女生 我就 很美很美 但是呢 我就等 我就奇怪 怎么会 然后又有一堆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 某一个我认识的 弟兄的太太 哦 是这样 哇 原来 我真的相信 赖蛤蟆是吃得到 天鹅肉的 然后呢 他在 哇 好美哦 来 我本来是要把它 拒于千里之外的 但是后来 我看到 他的里面呢 po的都是信仰的东西 好了 那我知道了 只要化妆 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器 好 那后来我就 我就加他 做我的朋友 因为他的先生 已经是 我的朋友了 好 那这个 像我的朋友 很多海内外都有 不过呢 只要是特别奇怪的 不要乱点 不要太什么 不要太 太好奇 否则我们容易中计 好 所以呢 保罗就 就那个认为说 如果你们 少议不慎 就可能离开真道 那因此呢 必须对 福音 有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保罗写 哥罗西书的原因 要把他们拉走 好像他们两只脚 要跑走 但是保罗 努力的拉住 他们的两只脚 让他们不动 能够立在那边 不动 好 但是然而 如何可能 来持守真道呢 好 那这边 保罗告诉我们的方法 就是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好 消极的方式 是不被 不致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那这样的描述 有一点建筑世界的背景 因为根基稳固 是指建筑物 建筑物 殿下地基 唯有地基安稳了 建筑物才会安全 而坚定不移呢 他的意思是 如果遇到地震 也不会动摇的意思 所以这是用建筑的术语 我想台湾的建筑物 大概都有那种 很重要的那个避震 特别是越高的大楼 都有那个避震的设计 也就是我们的地基要稳固 稳固到一个地步 即使有地震 也不会动摇 好 那么 我们要持守的是 当我们这样子 就不致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他特别强调 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那哥罗西人听到的福音是 是谁传给他的 是以巴弗传给他的 对不对 而保罗自己就到处传福音 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有几件事 第一 你们应该持守的福音真理 就是你们从以巴弗听到的 所以间接说明以巴弗所讲的东西 是正确的 那其次第二个 你们听到的福音跟其他普天师下的人 所听到的福音是一致的 一致的 就是我所传的福音 就是以巴弗所传的福音 然后呢 你们所听到的福音 跟其他人在其他地方 所听到的福音都是一致的 那如果呢 有指涉未来的意味 如果像文法上 有一个可能性是指涉未来 那就是指 即将传到世界各地的福音 也应该就是这个福音 进而他就延伸出 其实这个福音是正确的 当我们听到正确的 那就要紧紧抓住 所以像约翰·加尔文 长老会的改革中的创始人 约翰·加尔文 在他要临终前 把那个教会的长老都叫来 叫到他的身边 然后告诉他们 我辛辛苦苦所建立的这一切 不要随便改变 不要随便改变 因为加尔文知道 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的体制 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正确的 他所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 例如当时候 他严格要求要守圣餐 守圣餐的人 你必须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 你必须不能在日常生活中 有犯任何的大罪 或者的话他会被禁圣餐 所以在长老教会里面 禁圣餐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punishment 一种惩罚 所以如果怎么样的话 经过小会 一决 把某某人禁圣餐 那过去呢 如果有人被禁圣餐 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他会改变 现在如果有人被禁圣餐呢 他就 sayonara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那就飘到其他教会去了 那么如果那在 加尔文那个时代 没有地方 其他地方可以去 你在这里 你被惩戒 那你就乖乖的认错 很多人被惩戒 仍然不认错 那我觉得基督徒干嘛不认错 我们都是认罪专家 不是吗 我们每次祷告 主啊 求你赦免我 我们都是认罪专家 为什么遇到这种事 就不认罪呢 对不对 那你认 你就错了 错了就认罪 认罪上帝就赦免 可是人很大的问题是 是你自己执意 走向罪恶的道路 有没有 那些有些时候 我在其他教会听过 那个有小三的执事 执事有小三 劝告他 那牧师去劝告 好朋友去劝告 执迷不悟 就是执迷不悟 那执迷不悟呢 的结果就是 你自己要走向灭亡 那别人要拦你都拦不住 因为是你自己执意要走过去 好 所以呢 如果是福音 这个福音是正确的 我们就应该坚持下去 那约翰加尔文就非常强调 这个是对的 你们要坚持 好 可是呢 今天我们在 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听闻正确的福音 就是坚持 可是坚持要不要受苦啊 要哦 对不对 坚持有时候会付上代价 坚持有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始古不化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这条路是对的 那就走下去 那保罗呢 他也知道他所传的是对的啊 所以他在其他地方说 如果有谁传的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 他就该受咒诅 所以我是对的 你不要觉得 哇 保罗好狂妄哦 好狂妄哦 其实没错啊 因为他是对的 他有狂妄的本钱啊 那个不是狂妄 那个叫做坚持 坚持 好 再来那保罗 我保罗 你看他也是提到 是我保罗 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他特别强调他自己 好 那执事呢 就是福音的执行者 他要执行主人的命令 那上帝就是主人 他的命令就是去传扬福音 于是福音的执事 就是指听从主命 而传扬福音的人 这是继保罗 这是保罗继使徒之后 自我表述的另一个身份 因为他曾经表述自己是使徒 有没有 我保罗奉上帝旨意 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对不对 那现在呢 现在是说 我是福音的执事 我奉上帝的命令 传扬福音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都是福音的执事 因为宗教改革之后 满民该这些 万人皆祭司 所以我们身上 都有这样的使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读 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好 来 现在 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 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OK好 他这边就讲了 我是福音的指示 再来就是现在 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欢乐 I am now rejoicing in my suffering for your sake 所以那个在 NRSV 他是用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英文 他说现在 我正为着你们的缘故 在我的苦难中喜乐 如果依照NRSV的翻译 就是说现在 我正在 我正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为了你们的缘故 正在我的患难中喜乐 好 而且呢 为了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要在我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后面这句 就比较难理解了 好 我们看下来 那受苦呢 Pathema 就是苦难 厄运的意思 那欢乐呢 就是Cairo 那就是高兴喜乐 那补满呢 就是 Antanapelero Antanapelero 那意思是补满 补充填满 好 患难呢 Zelipsis 就是压制 受苦 迫害的意思 那欠缺呢 Fusterema 就是缺乏跟需求 来 那这个 了解了这些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回到经文 就是说 他保罗说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欢乐 来 那苦难中的喜乐 就是 Rejoicing in my suffering 那这个喜乐呢 用的是动词哦 就是 现在是主动 与太直说与弃 Cairo 就是 我为 我是主动的喜乐 在我的患难中 我喜乐啦 我 我欢喜啦 那么 我送啦 但是这个也怪怪的 就是 即使在患难中间 我 喜乐 我不是别人 逼得我去喜乐 别人要求我喜乐 是我主动的喜乐 我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 头脚败去 竟然会在患难中 在苦难中喜乐 所以他说 我为你们的受苦 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喜乐 好 那对保罗而言啊 在患难中受 在患难中喜乐 并不是新鲜事 因为在菲律比的监狱里面 他跟希拉两个人 就曾经在半夜 唱诗祷告赞美上帝 对不对 那监狱呢 是一个又脏 又臭的地方 现在的监狱是有马桶的 以前的监狱是没有马桶的 哪里有办法 让你出来大便 再回去呢 我要请你把监狱门打开 我要去小便 对不对 没有 顶多里面一个小桶子 让你在里头大小便 所以那个监狱里的 里面通常是恶臭 而且呢 环境不好 所以通常在里头 甚至于 他不可能每天给你洗澡 所以在监狱里面的人经常是 几乎每一个都有皮肤病 都有皮肤病 那过去 在我们的台湾的监狱 像我记得有一次 我念大学 我去那个少年抚育院参观 去参观 因为我是读社会学嘛 也读社工 就几乎听到简报 就是说 这里面最大的最大宗的病 其实就是皮肤病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意识 奇怪 怎么会是在里面 皮肤病就得皮肤病 皮肤病是很容易传染 原来这是因为卫生条件不佳 卫生条件不佳 而且皮肤病是来自那些霉菌 那很容易 我们台湾会说 很快死拖 很快死拖这样 所以一个一个都要去治疗 都是皮肤病 但是治好没多久 又得 没多久又得 好那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 那糟糕的环境 竟然他们在那边赞美上帝 然而保罗并没有建立哥罗西教会 哥罗西教会不是他建立的 那如何可能 他为了哥罗西的信徒受苦呢 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说 保罗是为福音受苦 也是为教会受苦 那哥罗西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 所以保罗表达他为福音受苦 内心是喜乐的 所以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 导觉欢乐 为什么是为你们 你们是哥罗西人 好事实上我是为什么 为教会 为教会或者为福音 因为我传福音 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我受苦 但是我并不是 所以应该这样讲说 for your sick 为着你们的缘故 那这个你们的缘故 应该是说 为了传福音给你们 为了让你们听闻福音的内容 我为此而受苦 但是因着你们听到了福音 生命得到改变 我就喜乐 如果传福音等同于受苦 受苦等同于传福音 那么在福音中喜乐 同样的就是在患难中喜乐 那你传福音等于受苦 那我们传福音的人 必定受苦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那这个地方就是 那如果在 吕正宗一本 吕正宗牧师的一本 他说 如今我在为你们 受的这些苦之中 导觉的喜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在我肉身上 补替他受的苦难 所未受尽的 未受尽的 所以这两个翻译 所以这句是很难翻译的 真的很难翻译 从那个英文也好 从希腊文也好 甚至好几个中文 你想要把它翻译的 简单都很难 好 所以保罗是说 保罗可能是这样讲说 耶稣基督为了福音 自己死在 受苦的死在十字架上 那他的救赎之功 是完全的 所以不需要任何补充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苦 他的苦还没受完 接下来 你下来 换我 对不对 换我来承受 是不是承受 这个苦 没有 基督的受的苦 是完全的 他能够达到的赦免 跟救赎 也是完全的 所以不需要任何 的补充 那保罗所说的 补替是什么意思 保罗所说的说 补满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不是指说 我要去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 还没有受完 那我要补 还是受不够 还有空缺 那我就补上去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指 福音还没有传遍 还有许多人 没有信主 所以在传福音的 事工上 保罗要继续 接棒下去 然而 当然 所有传福音的人 也必在传福音的 世上受苦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传福音 的确会如此 会受苦 那传福音呢 福音是好消息啊 那我们传好消息 请问是做好事 还是做坏事 做好事啊 可是做好事 一定有好报吗 不一定啊 你心心肯肯煮 给你儿子吃 你煮得流汗 他会把你贤得流汗 有没有 你辛辛苦苦煮啊 煮到最后 他还嫌弃你难吃啊 所以我们妈妈 有时候火大一摔 那你自己煮 对不对 但是呢 那是嘴巴讲讲而已 下一餐 还是得煮给他吃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完全不要期待 当我们做好事 然后把好消息传给别人 别人会欢喜快乐的接受 而且痛哭流涕 跪地感恩 然后你再跟他讲平生 这都是神的恩典 这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很厉害 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 没有好康的事情 所以呢 以前睡觉有面 吃辣辣辣辣辣辣 我们准备去传福音 就知道 一定要准备为福音受苦 好 那这里呢 这个字叫做补满 补满 补满这个字呢 是指替代缺席 而有那个补足人的缺乏 跟不足的意思 这个字的原文是 现在是表明保罗写信的时候 正在补满的过程之中 他写信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 正在补满的过程中 那基督的患难 并不是 这个字指的是 那个患难的意思 是生活上的困难或苦难 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字 来描绘基督十字架上的痛苦 好 那当然呢 这里的时候的 这个时候的保罗受的苦 又是什么苦呢 他是为了别人的缘故 的来受苦 而非替代基督受苦 懂吗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我为了传福音 可能我要风尘仆仆 我要东奔西跑 我要参风露宿 甚至要夜宿街头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我会贫穷 可能我会生病 可能我内心会忧伤 或者是我承受别人的攻击跟委屈 这个就是一种生活上的患难 生活上的痛苦 所以学者们认为 这里呢 要怎么去理解呢 因为苦难你可以指 因为基督患难 基督的苦 这是十字架上的苦 还有为了传基督 在生活中会受苦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两个 又拉开 这个苦跟那个苦不一样 然后这两个拉开以后 还结合 因为这两种苦是相关的 哇 这个很麻烦 所以呢 希腊文很难 那我的希腊文也没有很好 但是呢 所以呢 我在写哥罗西书 速度就很慢 那我们王牧师就说 哇 我看你这样 很辛苦耶 可是呢 我写完 我又觉得非常的喜乐 一点疲态都没有 很辛苦是有了 但是呢 辛苦里面是有喜乐的 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 更什么 更深入的了解嘛 所以我现在可不可以这样讲 各位弟兄姐妹 我也为你们受苦 我要写这些讲义 要为你们受苦耶 可是我在 在这个苦中间 觉得很喜乐 所以我在写 我也感受到保罗在写 对不对 突然之间 好像我两个人 修八天 不是修八天 就是修八天 也会修处 好像那个 好像心有灵犀就电到了 我能够理解 保罗正在写的时候 他是受苦 然后他在受苦中间喜乐 那我今天在写呢 写这个讲义给大家 我也很受苦啊 像我常常都要 只要我开始写 有的时候都要写到一点 写到两点 半夜一点两点 因为不然的话 每天白天那么忙 晚上回去 只好就是 有的时候都要写到一两点 但是呢 还是 写完应该是很累 你知道吗 写完应该很累就睡着耶 躺上躺下去还不会睡耶 睡不着 为什么 喜乐嘛 后来原来喜乐是会睡不着的 高兴到睡不着觉 也有人痛苦到睡不着觉 不是吗 好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 能够可以高兴到 喜乐到睡不着觉 好 来 那么 所以学者们这样认为说 这又要分开 又要结合 好 所以比较可能的是 基督与保罗一同受苦 或者是教会的头 与教会一同受苦的含义 因此这里是一种合一 合一观念下的受苦 基督替死的苦已经结束 但是基督的身体还有苦难要承担 我们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教会要不断的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还有苦难要承担 所以当基督当教会不断的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受苦的时候 也等同于基督还有苦难要承担一样 所以这一句是很难理解的 不过我们尽力的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保罗在这边要传达的意思 OK好 那我们第一节先到这里 那下一节课 我们再从25节开始往后面谈 好我们休息一下